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课外书的这位嘉宾是一位舞蹈演员 他和他的搭档曾经获得过很多的奖项 比如说中国达人秀的全国四强 再比如说CCTV第四届舞蹈大赛表演的二等奖 他们还曾经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元宵晚会 而且还参加过2010年亚残会的开幕式表演 他会是谁呢 请看大题目 他是在央视舞蹈套赛中感动全场的残疾舞者 他是登场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舞台的美丽精灵 和他的搭档宅孝伟一起获奖无数 在这些光环的背后 他经历了怎样的伤痛 他的舞蹈又讲述了怎样的故事 让我们掌声有请玛丽 大家好 你好玛丽 你好玫老师 请坐请坐 刚才这段舞蹈是你自己编的舞吗 这个当时也是我和一些老师在一起共同创作的 你是不是很小就开始跳舞了 是12岁就开始写舞蹈 我搞专业是在17岁 我是在一校毕业完以后 考到青岛式艺术团 后来就成了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 然后这个是什么时候 这个是17岁 然后17岁 17岁在艺术团 你负责群舞的领舞 还有双人舞的配合 双人舞领舞 就是从你12岁开始学舞蹈 然后一直到上一校 然后一直到青岛歌舞团 对 就这条路走的都还算是很顺的 是不是 比较的顺嘛 从小就特别喜欢舞蹈嘛 而且后来成为一个专业的舞者 这是我最终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嘛 那个时候从那个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 就像个公主一样 17岁18岁那个年龄阶段 能从事这样的职业 对我来说感觉是比较满意的 在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那样的一个梦想 那个时段的梦想 96年你出现 对我发生了交通事故 在96年的9月份发生了车祸 那当时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时候和我的一个男朋友 我们两个去坐着车出去 就帮他们家去就是办车的手续过户 然后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 所以医疗事故吧 导致了截肢 那当时你是17岁 19岁 19岁 也就是刚刚到医术团两年 对对 19岁 当时要截肢的时候 是医生是告知你要做这个决定吗 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情况 当时接的时候说没问题 那个时候是打着石膏呢 一个星期之后呢 我转了另外一家医院 但是转了另外一家医院 说晚上就要做手术 但是也没有告诉我 是截肢手术 对因为这个话他不会给我说 他会给我们给父母说 做这个决定 他就没告诉我 我当我知道的是手术后的第二天 就早上醒来以后 我睁开眼睛就看了 看我身边有好多的 站好多人 医生啊 医生啊 护士还有 还有我爸爸妈妈 我就感觉 我就感觉他们都在哭啊 我爸妈在哭 我就想着怎么了 就扶着这个手术人也就慢慢地撑着身体 慢慢地站起来 就是慢慢地坐起来 然后就是被子滑下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就是残缺的 又纱布包扎的 首先呢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以后还能怎么跳舞 当时是就是这样想 我以后怎么办 我喜爱的舞台 我就回不去了 我回不到这样一个舞台上了 因为我没有右臂了 当时是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后来整个人就就哭得 稀啦哗啦的吧 就是然后就找不到 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让我能够支撑下来 而在那个时候呢 我知道您还经受了这个情感上的打击 如果说身体的伤痛不足以打败马力 那么精神上的打击却可以致命 我活得挺累的挺辛苦的 对爱情绝望的玛丽会孤独到老吗 我的一本刻板书继续与您分享 用残缺舞出完美 而在那个时候呢 我知道您还经受了这个情感上的打击 当时那种情景 是我和我的男朋友去帮他家就是买这个车 他中途下车了 但是呢 司机正好是开车带着我 往前就开了 就我们在前面等他 前面开了这样的一段路程 就在这段路程发生了交通事故 突然间我造成这个样车翻了 然后你也跑了 他跑了 后来啊 跑了 当时司机因为没有家庭特别穷 而且东凑西凑了五千块钱 因为他这个钱给了我这个男朋友 结尾我也没有见到他的钱 后来 他就带着那个司机赔的五千块钱就跑了 对 当时出车货以后 他说也要交一些 交我的医疗一些那个费用吗 还有他说给我妈妈要借五千块钱 你妈借给他了吗 是借给他了 当时他打了借条 你知道吗 他当时他打了借条给我妈妈 他拿着那个钱 后来拿着五千块钱 然后还有司机赔的钱 跑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哇真是个王八蛋 所以说我感觉那个时候 我感觉怎么是 我怎么怎么是这样的人 我怎么是结识这样的一个人 没有发生事的时候都非常好 但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就突然间就 我说人间真的情太淡了 真的特别的大 那个时候真的不敢相信 谁还会对你真的很好 真的我感觉那个时候真的 我不相信是任何一个人 可能是对感情上面 我对我真的太打击太大 我活得挺累的 挺辛苦的 我感觉真的 真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我太自卑了 那个时候 而且那个时候 说实话 就是还能回得去吗 艺术团 对吧 你没办法跳舞了 而且艺术团也回不去了 在那种状态下 你是怎么度过那段时间的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生命里面 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每到遇到困难的时候 肯定是陪伴最多的就是 妈妈 无论你是开心和不开心 她都会在你的身边 就是默默地支持你 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车祸之后呢 当时变得特别的长 然后呢 我说要不头发给剪了 就是剪成短发 但是变多多长 到腰间 那么长的变 头发特别长 然后呢 因为要洗头 梳头一个手会不方便 然后呢 我妈妈说你不要剪发 每一天早晨起来 我妈妈都会给我梳头 把头发给我扎起来 她说孩子虽然你现在 就是已经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但是我希望你以后的生活 还像以前一样 对 这是妈妈 是吗 我拿了这个 我妈妈的照片 我妈妈这张特别迟想 馒头白饭 我们家五个孩子 我是老小的一个 对 所以说 那你妈应该最疼你 对 每天给我做好饭 然后喊我起床 然后去吃饭 就突然间有一天 就是因为我的心情也不太好 也随时会 会发脾气 会烦躁 会发脾气 因为以前我妈做完饭以后 每天早上喊我的名字 我都要应她一声 就突然间有一天 我就不应她了 我就听到我妈妈 很急促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就上我的房间 就上楼 然后 这孩子怎么了 这孩子怎么了 就是非常的 着急 我过来敲门 我也没理她 然后把窗户打开 在里面就找我 当看到我在房上躺着 安然无恙的时候 然后母亲真的笑了 那个时候 我当看到母亲 那种眼光的时候 目光的时候 真的 那种实际的面容 真的 我就赶快下床 然后把门打开 把我妈妈扶进来 那个时候 我感觉 妈妈这样的一种目光 给了我一种力量 真的 我突然间感觉 我的存在在妈妈心目当中 是非常的重要 那个时候 我也感觉 妈妈对于我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在那个时候 我也看了 一些书籍了 但是那时候 我看高尔基的母亲的时候 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 讲述她母亲的一种 宽厚仁慈 还有身名大义的 这样一种高贵品质 儿子被捕之后 然后母亲就站起来 站到了正义和真理的一面 然后到处去演讲 去游说 儿子被抓走了 然后那些周围的看客 群众就都散了 跑了 这个时候 当妈妈的挺身而出 她一定要 我一定要站在儿子旁边 我一定要替她去 替她去游说 真的是一样的 全是一样的 是什么 让她打破身体的局限 重新开始生活 我走到街 她让别人看见我 曾经的舞蹈精灵 如何迎接巨大的落差 好的话 你一天能挣40块钱 我的一本课外书 继续与您分享 用残缺 舞出完美 怎么样去 就是说自己 对 那个时候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也看了一些书籍吧 那时候看了 印象中最深的就是 高尔基的三部曲 童年在人间 还有我的大学 这可老了 这书 什么那个书 想着看这种 那时候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我爸爸就给我买那些小画册 就是小人书 小人画册 就是童年 在人间就那些小画册 那个时候 我们都是看小人书看的 对 就看小人 那小画 我们那叫画书 然后文学 文学作品就出来了 然后就看 那个时候 印象中最深的时候 就是每一次 都是那种积极 用于拼搏的 这样一种心态 去面对现在 和未来的生活 所以我对她 这种一种心态 我特别的敬重她 所以那个时候 感染我的就是 有几句话 她说 应该在自己 灵魂深处 竖了一根标杆 从而把自己 个性中 与众不同的东西 汇集在她的周围 显示自己 鲜明的特点 然后书籍 使我看见了一种 另外的生活 一种刺激人们 使人们在干大事业的 去犯法的强烈感情和愿望 所以说我读的书越多 就越亲近世界 越明白生活的意义 越觉得生活的重要 所以说 虽然是很朴实的几句话 但是我感觉 可能我要理解很多 高尔基是前苏联著名作家 他的代表作 母亲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海燕 影响着一批批的中国读者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听才出于勤奋 这些出自高尔基的名言 激励着一代中国人 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是高尔基最后一部长篇剧著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克里姆萨姆金 通过个人的努力 坚定自己的信念 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的故事 这样一个个人奋斗的故事 如何让迷茫中的玛丽充满力量 那我没有舞蹈了 我那个时候我要面对自己 我要考虑到自己 我要给自己竖一个标杆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学习 然后就因为是失去的是右手 左手 就得开始练左手 要开始从零开始练习 你原来不是左撇子吧 不是 可以说19岁成后20岁 我在从零开始 我要付出比藏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才能够达到我想要的生活 因为我生活下来 我不想让别人 把我当成一个残疾人去看待 因为从小就是学书法 绘画还有舞蹈 我舞蹈当时 我没法去实现这个愿望 但是呢 我可以从我的另外一个方面 去实现我的愿望 从哪个方面呢 当时就开始练左手写字 左手写书法 对 先练写字 写字 然后我 先拿钢笔去练习 然后慢慢拿毛笔 这样一步一步的去走 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挺累的 很累的时候 写不好的时候 烦躁的时候 你就会真的想去放弃 但怎么坚持下来 就是高尔基的这些文章 让我看到了真的 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一定要坚持 可能今天写不好 只要我坚持了 我就肯定能够做得很好 就这样 我听说你后来还能画画了 对 我今天把我的那所有的 就是说那个 那个阶段 发生的事情 发生的故事 我都做了些什么 包括我画画 还有刺绣 包括我写了服装设计 我的那个图纸都拿过来了 还有西装的设计 还有 这是设计的一套 这是一个双排扣的 短装 小西装 上衣的这个设计 主要是在领制 不同领制的设计 还有裙子 还有男装 这样的设计 见夹克是吧 对 叫方领 对 断开夹克 对对 还有女士的旗袍 无袖旗袍 那个时候 因为刚会 左手写字 那个时候老师在写 你要赶上 你要写得很快 那个时候就 写的字 很不容易的 就这样 能写 自己能认得 当时的要求 自己能认得就不错了 但是你左手写的字 也比现在我们很多人 写得多漂亮 真的 那个时候练了有 那个三个月嘛 那两个月在家 然后出来以后就练习 写的 写的真的是很不错 这是一张 Berry的画像 树苗 大家看画得好不好 这是98年的时候 我这个98年 98年那个2月14号 2月14号画的 因为是左手嘛 我要从零开始 有一个农用工具啊 包括还有这个立体 就是立体几何啊 开始是 从素描 对 一点一点 最基本的开始做 对 先画了这样的作品 我绣的 这是我 这是我妈妈陪着我 共同来做的 我在这个布上 把图绘在上面 然后用针刺绣的 这个小姑娘在想 在静思 那小姑娘是你吧 有 因为在家了 那段时间特别无聊 然后呢 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后来妈妈说 你要 你要忙碌起来 才能够让你 就是说 不会去想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说 所以这是 妈妈买回来布完以后 给我弄到 固定在 就是这个 层纸上面 然后你就这样 对对对 就秀 你怎么样去 就是说自己 对那个时候 出去 卖衣服啊 又 自己做衣服 开书店 就是因为这个 设计服装 能出去了 能有了这样的 一个信心 能做好了 我不能在家了 依靠妈妈去生活 后来就 锻炼着自己去 摄影 卖衣服 因为我刚失去 那个幼病嘛 然后走路 它那个平衡感 会掌握不好 掌握不好呢 然后走路就会倾斜 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 知道吗 那个时候 要贫血 然后头晕啊 经常有 然后就是拿那个 每次批发衣服的时候 我都拿五件衣服 就成盒的那些衬衣 拿五件衣服 然后来回的 为了省一块钱 那个我甚至从我们家 会走 那个西巴里路 会去到学校去 在学校门口等着去 学生出来 我好卖衣服 你知道你的那个生活的 这种落差是很大的 对 我特别一块钱 对 我特别一块钱 都不能坐公车 是吧 对 因为我原来在这个艺术团工作的时候 一个月拿多少钱工资 我那个月加上我的一些额外的演出的话 一个月就五千多块钱 那个时候应该是九六年 九六年的时候 九五年九六年的时候 每个月是挣五千块钱 那是很不少的一笔钱了 对吧 对 所以到后面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所以这种落差之下 我觉得可能对你的影响很大 整个人生重新来思考 我走到今天 他那边看见我 我就某个拿着衣服去 当一个小商人去卖衣服 来回流动 但是我又想到一点 我又感觉我非常自豪 为什么呢 我没有了舞蹈 我可能从事这个 我能靠自己的手去挣钱 养活自己 就这样 来回每一天要跑个四五趟去卖的话 一个月 一天下来的话 好的话 一天能挣四十块钱 我感觉他还 对于我来说 那个时候比较满足了 除了学设计 卖衣服 玛丽还用卖衣服攒下来的钱 开了一家书店 从此深受感情伤害的玛丽 把受伤的心寄托于书籍当中 接下来 神秘人物的出现 让玛丽重返她挚爱的舞台 继续舞蹈完美人生 我的一本课外书 继续与您分享 这个时候的玛丽和我们今天看到的玛丽 还是两回事 对吧 因为我们今天熟悉的玛丽 她是一个舞者 而且呢 还是一个舞蹈的非常棒的一个舞者 我们来看一看 这儿有一段视频 玛丽重返达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玛丽身边总是有她 我们有请翟笑伟 大家好 对安心的观众们你们好 笑伟你好 你好 请坐 你平时生活中怎么称呼她 叫 玛姐 叫姐 叫姐 那你怎么称呼她呢 她叫 我叫她笑伟 叫她笑伟 这个作品是你们的第几次合作了 这是第一次 参加比赛 参加比赛是第一次 对 怎么回事你们就相识了 并且成为了很好的搭档 在街上认识的 在大街上 在大街上怎么认识的 对 那我蛮在逛街的时候 认识我的 当时怎么回事 在街上我两个就擦肩而过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目 就是有脑子有想法了 希望能有一个就是 个子高的 然后就原来那五八个子都很低 个子高 是 她一米八一 个子挺高的 后来我两个擦肩而过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感觉 好像 好像印象当中有一个男孩 高高大大的主的拐杖 然后从我面前走过去 然后我回头看到他 确实是这样 然后我就去上去搭车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你在哪 你说你来这干什么呢 我就问他 当时不是这样问的 当时不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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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在哪里上班 你电话跟我说一下吧 然后你在哪里住呀 当时马上就在这带着那个甲质吧 我带着甲质 我没看出来 当时我在想 因为那天就是那个 眼皮一直在跳嘛 是不是有桃花印的 太会想象了 那你呢 你当时我请了 我当时只是 只是我问他会不会照我 我主要是想 因为我想找一个舞伴嘛 我先因为我不知道他对舞蹈有什么概念 我说你会跳舞吗 你喜欢跳舞吗 我跳舞吧 我问傻了 因为那个我想着 跳舞嘛 因为我就很少去看那个舞蹈嘛 就是就偶尔会看到那个 在那个牵桥下面啊 或者在大街上 这个闹市的地方 有那个 就卖艺的 我一想会不会是那种啊 我那个我算了 我不去 最后了 我一想讲不清楚 我干脆给他票 就是我的那个演出的票 给他 请他去看演出 对 你后来去看演出了吗 我去看了啊 当我去看演出那天 去看演出的时候 那个 我在那个后面坐 看着特清楚嘛 就那个 正中间 那个后面的坐着 然后看着那个演出的时候呢 那个 突然间有一个没有胳膊的 那个女孩 跳舞跳得非常的好 然后我在想 假如我也能 也能去跳舞 跟那女孩一起跳该多好 我当时我这样想的啊 但是后来 马尔姐来找我 她说你看那个 我的演出了吗 我说演出我看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你啊 因为她带着那个 那个甲子嘛 然后 平时生活中带着甲子 你看不出来 没有胳膊 那个女孩跳的舞蹈 特别的棒 然后跳的我就 就那个汗毛 就竖拳那种感觉 很好 然后马尔姐说 真的吗 我说真的 你想跟她一起跳舞 我说想 然后马尔姐这事 把胳膊拿出来 我就觉得那个女孩 实际 我没有 我没有她说的那么隐瞒 实际 我挺温柔的 真的 挺温柔 一出歌 我把我吓一跳 因为她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 那是 以前她那个 过那个 过马路的时候 过红尉镇的时候 然后她就 然后那个 灯时间没到 转换时间没到 然后马尔姐就去过那个 过马路 警察就 你抓的胳膊掉了 不是 当时 当时 我在想一个问题 因为我正在想 我就忘了那个红灯了 你知道吗 红灯停 然后正好有警察 我说 那个姑娘不能走 然后拉着就拉 那个胳膊 踹着甩出去了 然后我赶快收回来 放了兜里面 然后我这样回头 赶快看着她 那警察就这样 就照我眼泽 太吓人了 我估计现在 她还莫名其妙呢 真的吗 她还在想 怎么回事 太吓人了 就是这样 然后你就开始 对她进行说服动员 是吧 你喜欢吧 我说你 给我一块跳舞吧 我说怎么样 我说你看 给我一块跳舞 待遇也好 那个什么都好 然后 而且做你喜欢做的事 是吧 你看 最主要是在舞台上 多好啊 那么多人看着你 那么多目光看着你 哎呀 真自豪 那个时候 突然间我跟她说 这样的光环 你想啊 在舞台上那么多光 当时就被忽悠晕了 对 一样给忽悠晕了 那好像 是 一笑时候说 马姐 我跟你跳 就这样 真的 这个男的太好哄了 是不是就当时 就被忽悠晕了 差不多吧 因为那时候 马姐跟我 如果承诺了很多嘛 结果到时候都没有 没对线呢 但是有一点 我跟她承诺的时候 她给你承诺了什么 我们原来我练体育的时候 我练自行车嘛 就我去训练的时候 就天天那个 不让她拐 不让她拐杖 天天跳着走 然后就特别的 不喜欢跳着走嘛 就天天跳 然后呢 然后每天早上 差不多五点多 然后起来 去体育场 体育场慢慢蹦圈 蹦实体圈 我天天蹦着我 头疼那时候了 蹦完就 就想吐 那时候蹦的 然后马姐就告诉我 没事 你去 去我们那 跟我去练的时候 你什么都可以做 也可以休息 不用起那么早 你想干嘛就干嘛 原来跟我说的很好 结果 我到北京之后 整个我 比那边还厉害 整个进监狱了 那种感觉 怎么会有多厉害 叔叔 我到北京之后呢 然后那个 首先 我们那时候住的时候吧 房间又很小 十几平米吧 然后就问马儿姐 我说马儿姐 咱们住在哪里住啊 她说在 只是房间说在这里 我说 我那做饭呢 她也在这里 我说练功呢 她说也在这里 我说那你在哪里住啊 也在这里 因为条件有限嘛 所以只有这样 先声明一下 不是我两个 还有一个 我们三个人 三个人 刚才我还在想 你们就住一起了 你想两个人坐着 我跟他在一起 在一个房间住 多危险呢 真的 那像碰到野兽一样 真的 不至于 谁危险呢 我危险 我危险 我在说还小孩呢 但是那个校围是多大呀 那时候二十 二十一二吧 二十一二还小孩 对 我就是想 我就是还吃棒棒糖呢 你想的 对吧 好多棒棒糖 一般这都是小孩做的事情 如果练功的时候吧 可不嘛 然后马上就就 就批了好大一箱棒棒糖 给大家准备呢 就 每天练完功 奖励你一个棒棒糖 每天会奖励你一个棒棒糖 我的天哪 你带了一个什么小孩啊 所以说 因为我要 哄着他 让他开心 让他高兴 但是哄着同时 我也要跟他讲道理 因为每天要练基本锅 很枯燥 奶奶糖 葫芦 棒棒糖 然后给他 然后他就会很开心 训练的时候 训他的时候 哎呀 他 他 他 气得不得了 但是 你 他练完以后 给他棒棒糖的时候 哎呀 哎呀 那个笑啊 特别阳光 不是 开心的 因为我练的时候吧 对 比如说刚才院 那个 那个 做伏活生吧 比如说我一组伏活生 做一百吧 做了几组之后 然后马上就伏活生做完了 他怎么做的 然后爬爬做几个伏活生 啪在那 然后就啪在那 啪在那时候 啪 他就 在我这一块一做 来 再做五十个 他就坐在你的 肩上 对 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 你当时怎么摸他的 一点又一咕噜 来 看看怎么折磨的 做的还没有 没有这么重 这样 一定要吃 然后他就一顶 我马上就啪 就摔倒了 就这样一种 没有摔倒 摔了 没摔 只不过就地就倒了 然后滚了一圈 就这样 这个教练还是很 你太厉害了 从那就直接窜过来了 这全是这个得益于教练 对不对 对 这教练在严格要求 然后你才能够迅速成长 这哪叫折磨 我觉得 我没说完 你美女坐在你肩上 这叫折磨 我没说完 我刚才 要不怎么会说 那个 这个进入监狱呢 那时候差不多是 七点就开始练功 练到十二点吃饭 吃完饭 休息半个小时 继续练功 然后六七点吃晚饭 吃完晚饭 继续练功 大概到十一点开始睡觉 晚上十一点 对 然后睡觉 那个第二天 就从周一到周日 一直这样练 不让出门 那时候那么小时 吃平米的房间 不让出门 唯一可以出去看的时候 就是每天那个 吃完饭的时候 有半个小时 可以休息一下嘛 然后那个 有个小小床子 正好这块 可以坐下一个人 然后每天 我吃完饭的时候 脚一踩 在那个小床子 看的外面 自由真好 确实是监狱 我现在开始 有点同情你了 然后那时候 那个唯一的放风 那个放风的时候 就是那个买菜 那时候放风的时候 就出去带我 溜一圈买点菜 一个礼拜能放几次风 两次吧 然后那时候买酒 我记得那时候 这么大的 就要根据它的饭量而定 如果饭量大了 那就放两次 多出去几次 你要买菜 你后来是不是 饭量越来越大 我没有 我那为了 我不能为了放风 就把自己搞得太大了 是吧 我特别想问你 孝伟啊 就是你是不是有很强烈的 受骗上当的感觉 他不是 我就始终想着越狱 你知道吗 这样的 我就一直这样想 曾经越了一次 但是中途而非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是 06年 我就练了半年之后 然后那个 有一个动作 就做不好 然后妈就 就踢了我两脚 他还打人呢 踢完之后呢 然后就很疼 就放着踢了 就很疼 就完没了 我就出去了 身份上就跑了 还有身份上有五块钱 但是我在 我在昌平住嘛 然后我就不知道去干嘛 首先坐车 坐上那个 845 然后原来有一个 从那个昌平 到那个北京西站的 然后坐上车之后 到了北京西站 那时候那个车票 好像是五块钱嘛 五块四块就不清了 然后到了车站之后 一看 哎呀 到那个北京站了 那回家吧 回家一摸 哎 没钱 就一身份证 那这马上姐吧 不敢给我钱 跑跑 哇 管理太严格了 那监狱管呢 你说 那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那个 我说 那到这了 那咋办呢 然后突然间 这个马上姐给我打电话 到你去哪呢 我说我在北京西站呢 她说你干嘛 其实我想说我想回家呢 但是 没钱 你都能说回家 因为她硬这时候 应该软下来 然后我说 马姐 昨天在北京西站 我试一下 我能不能走到昌平 假如说我能走到昌平的话 就证明我能把舞蹈跳好 这是一个被教育好了的同志 然后马姐怎么说 他载心告诉我 他说 他说 我现在在北京西站呢 我可以自己下了一个决定 就是必须是从北京西站 走回昌平 我明天早上 在八点钟之前 走回昌平 我要走不到了 他就 他说我就没有决心 去练好舞蹈 我就担心他在路 他说他能走过来 我想他能走回来吗 再一个他路不熟悉 他来北京 也没有上哪去 所以况且他这样走 不是一般人怎么走啊 主要是 而且路 他不知道路线怎么走啊 主要是没出过吗 我就顺着那个845那个站牌 一个个走回来 你就这么拄着拐 原路走回来 原路走回到昌平 对 北京西站到昌平有多远 四十多五十吧 你就这么拄着拐就走回去了 走了多长时间 走了十个万 你这一路上你在想什么 想着剩下没钱走回去 要不然咋办呢 要不饿肚子 没法吃饭 看他你这个管理手段 还是奏效的 对不对 他回来的时候 当时是什么情景 他回来 然后 哎呀 主持馆 那个身体弯的 那个 还有那个 邋遢劲 然后身上脸上全是脏的 手上抹的 全是汗 然后那 哎呦 我看他那样 我感觉挺心疼的 但是呢 确实在八点钟之前走回来了 这个我还真的挺欣慰的 我进去之后 我眼神就告诉马上姐 我说这次眼神告诉马上姐 我愿意不成功 然后马上姐说 还是政策好 不给钱是对的 每次看到你们俩人演出的时候 每次看到你们的表演的时候 我们都会 特别八卦的想 就是说 一般说来 这个艺术搭档要达到那种水乳交融 灵魂的那种沟通 就是在艺术层面上 已经有这种呈现的话 在生活中 他们也一定是灵魂相通的 所以呢 很想问一个很八卦的问题 你们俩是不是一对 多年前的一场车祸 让玛丽痛失了舞蹈和爱人 这两个最重要的东西 而翟小伟的出现 让玛丽能够重新舞蹈 完成了从舞蹈精灵 到舞蹈王后的转变 一度惧怕爱情的玛丽 还遇到了怎样刻骨铭心的感情 翟小伟能否成为玛丽情感的归宿 翟小伟能从玛丽的课外书中 找到答案吗 我对一本课外书继续与您分享 用残缺无处完美 你们俩是不是一对 就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尚需努力 长的路还很长 才卖过草币 还没有过雪山 你的意思是说 你在追求玛丽 但是现在还未成功 其实成功 我感觉成功这个没有结果 成功一口 看你能不能坚持 刚才你跟我聊到的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你知道吗 就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的 就是你刚刚受伤了之后 就是要截肢 就是你那个内任男朋友 居然就是说卷了钱跑了 对吧 而且还把你妈妈那儿 骗了五千块钱出来 然后跑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会对一个少女 你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少女 她的爱情观 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对 因为那年龄比较小 对 那个时候的一个想法 特别极端 我感觉我不相信任何人 除了我自己的亲人家人 我感觉我不会相信任何人 我对爱情都是一片迷茫 但是呢 真的我还渴望爱情 渴望爱情 对 我非常 因为那时候看书嘛 喜欢看一些就是 针对就是爱情的书籍嘛 爱情可能在我生活 生活当中没有了 丢色了 但是我会有一种幻想 我会幻想爱情 这种幻想的爱情 在书里面能够看到 对 非常的美好 我感觉在书里面 找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一种宽慰精神的一种力量 我感觉一个支点一样 所以我爱看那些书籍啊 包括文学作品 琼瑶的 还有海岩写的小说 永不明末 罗密欧与朱丽叶 萨比比亚的小说 感觉在他们身上 我看到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爱情 你相信吗 我感觉 但是我在这书里能寻找到这样 我感觉我真的相信爱情 看他们是为了爱情 能去用生命去诠释 用生命去捍卫爱情 你知道吗 这样的爱情真的非常的神圣 让人向往 对 让人向往 但是我有的时候 把自己会 投入进去 哎呀 我在那想 会幻想 我幻想 会有一段 什么样的爱情 我也会这么想 有一段就是 苏丽叶就是在 死了之后 他在那个 罗密欧到他的那个 墓地 在他的旁边 然后有一段 他说 啊 我的爱人 我的妻子 死 虽然已经吸去了 你呼吸的方蜜 却还没有力量 摧残你的美貌 你还没有被他征服 他的嘴唇上 面庞上 依然显得红润的美艳 不成让灰白的死亡占据 我要永远陪伴着你 再不离开这 漫漫长夜的幽工 我要留在这 跟你的四弟 那些蛆虫们在一起 啊 我要在这 永久安息下来 用我这厌倦人世的 繁区上 挣脱 厄运的舒服 眼睛 瞧你的最后一眼吧 手臂 做你最后一次的拥抱吧 嘴唇 啊 你呼吸的门户 用一个合法的蚊 跟网络一切的死亡 定立一个永久的契约吧 来 苦味的向导 绝望的领党人 现在赶快把你的厌倦 与风涛的传播 向那岩石上冲撞过去吧 为了我的爱人 我干了 吃一杯 沙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最重要的作家 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 罗密欧与朱丽叶 是沙士比亚著名戏剧作品之一 故事讲述的是在一个意大利小城里 世代的恩怨导致了两个大家族之间纷争不断 然而他们的子女罗密欧与女儿朱丽叶 却在一次宴会中一见钟情 或于双方家族的压力 两人只能秘密的在教堂结婚 就在这时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堂兄相争 误杀了朱丽叶的堂兄 被降低罪名流放 朱丽叶被逼婚 神父讲一个方法 喝下婚药假死 在绝坟与罗密欧私奔 并写信给罗密欧 可是罗密欧在神父的送信人到来之前 已经知道了消息 悲痛欲绝 罗密欧买了剧毒 来到朱丽叶墓前 喝下了毒药 朱丽叶醒来 发现罗密欧死了 拒绝被神父带走去尼古安 朱丽叶拿起罗密欧的佩刀 刺死了自己 两人拥抱共长年 这样一个悲剧故事 为什么能够直指玛丽的内心呢 真的我能马上想象到那种 爱情的力量 那真的比什么重要 你后来遇到过这样的爱情吗 我因为这书上写的 我是在幻想 我生活当中真的不相信这样的爱情 因为我看了那么多的爱情小说 感觉最让人触动的 最让人感动的 结尾全是悲剧 最后结尾的全是美好的东西 就给人家画 给人们画了一个句号 所以你不会去遐想 你有没有曾经遇到过浪漫的爱情 就我曾经拥有过 我感觉结果可能不重要 人只要被爱和去爱 我感觉就够了 我的时候我想要的东西 和我现实当中 它可能有的时候会有差异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目中的那一半是谁 你看一下 照片啊 给照片啊 上面有照片吗 有照片吗 有这样的说法 说是那个 说是你 你曾经说过 真正了解你的人是刘德华 我和刘德华因为有一个合作 因为有一个残疾人 为残疾人做的一首歌曲是 每个人都是第一 我以为是这个助演嘉宾 我去 因为他也拍了一个这样的MV 所以我想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曲子和我们合作啊 因为是残疾啊 但是最后不是选择了一个 他的经典的曲目 刘德华那是 我和我追逐的梦 所以说这个我感觉 他比较能够理解我 只是一个绯闻而已 对 我感觉他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说 你看真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残疾和见钱之分 你的这个绯闻也有 我听说 我没有啊 有啊 台湾的那个刘珍 我感觉他比较能够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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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们俩合作那么株连必合 真的 我觉得你们俩合作 真的有一种灵魂很相通的东西 你还要你也说 真的 真的 你们俩合作 真的比刚才那段看了跳的好得多 是 你自己有同感吗 对 对啊 自己有同感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有的是那种 革命上会成功 同志上去努力 因为我们两个太了解了 在一起 彼此之间 他的一个眼神 比如说 他的一个手势 马上我就知道他要干嘛 我太了解他了 你说两个人之间 太了解了 没有神秘感了 根本就 就好像 但是在 我是说生活当中 但是在舞台上 就是 就因为太了解了 默契度非常好 非常信任 所以他能演绎很多的 这样的作品 就是 你脸 我觉得 是需要这个校围啊 就是你刚才不是说 这个 同志人去努力吗 还是得要努力一下 也能 有些东西吧 不一定看到结果 其实 追求一个东西 过程是最美的 当然有结果更好 没有结果 继续努力 有至少 目标还在 就可以 假如目标不在了 怎么办 他是说的意思 就是说 每天只要看见我 天天跟他唠唠叨叨 就可以了 你自己说的 我没说 你不要 我只要说 不 他刚才说那句话 我觉得真的好 让人感动 真的 就是说 每天只要看到你在 就OK 这个话 很让人感动的 是他说 比你的那个 书上看到的那些什么 对 那些句子 虽然就是优美 但是我感觉 全是虚无缥缈 对 对 而他是真实的 我是真的 你是真的 曾经有一次 曹操五万大军攻打 陶迁 刘备只有三千兵马 然后去 公孙站那块去借兵 然后公孙站说 我借给你三千 然后公孙站说 算了 我不用了 然后我只借一个人 他借谁啊 借那个赵子龙 然后赵子龙问 问那个刘备说 使军何以对抗 曹操 说曹操有 有那个上将 几十 有大将 有上千 精兵五万 你将不过 官张照 兵不过三千 你为什么 去这个 去和他斗 他说 他这样说的 中 首先那个 官张照 三个大将 都是很忠于我 我们都是兄弟 然后我的三千精兵 都是我原来带出来的 然后我是这个 汉室的皇叔 是正统 然后我 他还说一句话 就是我认准的事情 看清的事情 我一定要做下去 你现在就是这样 差不多吧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 其实 一路走来 挺不容易 玛丽是 你刚才跟我们讲的 这些 你经历过的 这些风风雨雨 走的这些过程 倒是让我 对阅读 有了一种 重新的感受 我觉得 阅读 好像是一种 安慰剂 对 在你 就是在你生活中 没有得到 一些东西的时候 可能在 在书里面 对 可以弥补给你 他给你 营造了另外一个世界 是心灵特别重要的 一个安慰 对 是吧 无论是爱情 还是勇气 对 都是书给你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书 真的给了我 心灵的慰藉 我感觉 就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外面一切的事情 你都可能记住 你感觉 这些事情都对你 有时候静下来 你会想 哎呀 这手碎的事情太多了 而且太难过 太悲伤 而且他会给我 带来一些 很多的繁星事 但是你一旦的 拿起书本的时候 你会投入进去的时候 你感觉书里面的东西 太微妙 现在虽然是从事舞蹈 但是我会每天抽出来 几个小时时间 有时候看看书 然后呢 有的时候学一些书 书画 然后呢 我把我的一幅作品 展现给大家 天香 天香 这是天香 我画得真漂亮 然后我再写一幅字给大家 就天道筹琴 天道就天意 筹是答谢 然后那个 琴呢 是勤奋 只要你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从 书里面 能够得到 就像戈尔基 说的一句话一样 书是人类进步的借机